一群跟美国社会 甚至是美国政治 美国民生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 出现在了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 这群人就是当红的韩国男团 BTS防弹少年团 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 有没有人认识他们 好像是一个现在很红的韩国的团体 但是因为我从来都不追星 我也不听任何的流行歌曲 也不看娱乐新闻 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谁 防弹少年团 一个韩国男团 为啥会出现在美国白宫呢 他们难道对美国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 经济衰退 同性婚姻之类的比较有研究吗 原来他们是被叫来 讨论反亚洲仇恨犯罪和歧视的 大家好我们是BTS 今天是AANHPI的新闻 今天我们的座位置属于我们的最后一天 我们是AANHPI的社区和意识地和意识地 和意识地和意识地和意识地 给我们的学校 今天我们的座位置属于 我们的座位置属于 很多病毒的病毒 非常感激烈 我感到不错的 这些事件是不够的 我们的座位置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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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座位置属于 我们的座位置属于 我们的座位置属于 想 af 上 сколько 建议 韩国人的音乐 是重点iad文化 文化说明 467 由 been 我希望你能否认同一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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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个人都在一生意 今天,一人一人 一人一人的存在 我们都要理解 我们要理解一步 我把这个视频全放出来的目的 就是让你们看一看 他们说了多少废话 这个稿子是谁写的 没营养不说 一人两句出来到底宣传啥信息了 我不知道这群常年生活在韩国的人 到底为什么要跑到美国来 分享什么亚洲仇恨犯罪歧视呢 他们来白宫讲两句没有任何意义的话 并不会对真实的情况有任何的改变 真想改变犯罪情况 白宫的同志们 你们先把犯罪的人关起来 好不好 各个检察长 请你们给罪人定罪 好不好 副总统不要再继续往外保释 重罪犯了好吗 如果真想改变 有很多种方式 比请外国明星来白宫说两句废话 有用的多 这一整件事情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 只是一个炒作的噱头 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但是当你开始发现一个国家 开始搞面子工程的时候 那么可能就代表 我们往共产主义的道路更进了一步 对于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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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